你還是不知道真正空是什麼 你還是在頭腦裡面的一個空 這個空最具體的 最容易了解的就是 你先體會空間 我們這個空間 如果沒有空間的話 我今天不能夠站在這裡 我的手也不能動 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空間它才能夠讓我們動 沒有空間的話 我講話的聲音沒辦法傳達到你的耳朵 因為那個聲波沒辦法傳達 所以空方面第一個 先以空間來了解 那再來 因為它還有很深的含義 以後再逐步的解析 所以我們身體裡面一定要有這些空腔的存在 這樣才能夠 身體才能夠運轉 如果說我們現在把身體裡面的那個空 包括空氣把它抽掉的話 那我們身體會怎麼樣? 全部都扁塌下來 你就死掉了 就像棉被 如果用一個密封套把它包起來 然後把空氣抽掉 怎麼樣? 剩下一點點 所以我們身體裡面事實上是有很多的空腔的 裡面一定要有這些 沒有這些的話 地水火風它沒辦法正常的運轉 包括任何任何再小的一個原子 一個原子 有沒有空? 原子核在裡面 電子在外面跑 你看 它一定要有空 電子才能夠在哪裡跑 所以要知道說這個空 它的重要 沒有空 那地水火風它就沒辦法正常的運轉 所以你要有防污或是要有身體 這個都是需要有空的 這個就是六界裡面的空界 再來 若內眼處壞則 外色便不為光明所照 則無有煉 眼視不得生 朱賢 若內眼處不壞則 外色便為光明所照 而便有煉 眼視得生 它這裡的這個文句表達 一般比較不容易理解 這個文句表達 就是說眼睛六根 就是眼耳鼻舌生液 就是講我們身體的這個色身 身體的各種器官功能 眼耳鼻舌生 然後你眼睛接觸外面的 就是看到外面的這個色 這是物質方面的 耳朵聽到外面的聲音 那我們看這裡 它講的就是說 若內眼處壞則 外色便不為光明所造 則無有鏈 這裡我們用一個來講解 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你別忘了解 好前面的聲音 我覺得很少人 有 cuánt的聲音 注意這是優位的聲音 有標準的聲音 但大家吃得到氏口 也就是說很容易受傷的聲音 這就是說 你看他這裡講的是說內眼觸壞 內眼觸壞就是說一個人的眼睛壞掉的話 就是代表是瞎子 內眼觸壞表示說眼睛壞掉的一個瞎子 我們要前後面這兩句話來對照 後面這句話就是說若內眼觸不壞則 內眼觸不壞 表示眼睛正常的人 前面如果是瞎子的話 外色變不為光明所照 因為我們眼睛要看到色塵的話 要看到東西 中間需要什麼? 陽光 需要光線 需要光明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是眼睛就直接能夠看到東西 他這個必須要有陽光的普照 要有光才能夠看到 但是這個陽光它本來就存在這裡 如果一個人眼睛壞掉的話 那這個陽光對它來講 等於說這個東西 然後跟著陽光就是說 陽光對這個瞎子來講 你看外色變不為光明所照 後面正常的人他是外色變為光明所照 不是說陽光對瞎子的人沒有去幫忙他照到東西 不是這樣 而是說雖然他眼睛 他有眼睛 但是他眼睛是壞掉的 那雖然外面有陽光 但是對他來講完全沒有作用 等於說這個陽光在照這個東西 但是對他來講等於說陽光沒有照到東西 因為他不知道陽光是什麼 這樣知道嗎? 也就是說陽光對瞎子而言有 等於不存在 所以說外色變不為光明所照 也就是說他沒辦法透過陽光來看東西 沒辦法 所以則無有眼 那因為他沒辦法看到東西 這是能夠正常看到的東西 當他沒辦法看到東西的時候 然後他內心裡面會有那些練想 練頭那些嗎? 因為他眼根沒有跟這個色塵接觸 所以你裡面的這些就不存在 這樣知道吧? 好 那眼睛正常的人當他接觸色塵之後 他就會產生種種眼視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現在如果說我們放幾個 那個什麼像鐵達尼號 海洋之星 大鑽石 當然或是說英國皇后上面的皇冠那個大鑽石 你看我們現在拿一個放在十個人的面前 放在我們大家的面前 有一半是眼睛明亮的人 有一半是眼睛瞎掉的人 我們現在放一個大鑽石在這裡 你看 眼睛明亮的人跟蝦 我都不講什麼 都不講什麼 然後一樣東西在這裡 大家來看 內心的感受會怎麼樣?會不會相同? 明眼的人 眼睛好的人 他觸到這個鑽石 他會 哇 這麼大 他會很讚嘆 然後甚至想說能夠擁有多好 那個就是他眼睛接觸之後 然後產生了那個眼視 那眼視就是你看了之後 然後產生很多的那些 後續的動作 後續的想像 這樣知道吧? 那一個蝦子 這個東西在這裡對他來講 跟我放一個那個水晶在這裡對他來講 怎麼樣?都一樣 什麼是鑽石 什麼是水晶 他也不知道 什麼是大鯉石 這些他也不知道 他沒辦法分辨了 所以就變成說因為他的眼睛沒辦法跟這個射程接觸 所以他後面的那些眼視就不會產生 這樣知道吧? 因為這個很重要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這個是 是我們的六根跟六層接觸之後 才會啦 才會有啦 這個是 不是本來就存在啦 這樣知道吧? 這很重要 後面 尤其講到五運的時候 還會繼續講這個 因為很多修行 包括佛教裡面很多宗派 不斷地一直在這個室上面繞 在這個室上面繞 繞不出來 繞不出來 這以後我們還會再講 所以朱顯內眼處若不壞則外色變為光明所照 就是說正常 眼睛正常的人他可以透過陽光 然後來看到外面的境界 外面的射程 所以當他看到之後 然後他就起種種鏈 這時候眼視就會產生 他的種種分別心 那個視就會透過眼睛去接觸之後 然後產生種種分別心就會產生 這個就是地水火風空視那個視的產生 這樣知道吧? 他一定是要有陰眼配合之後才會產生的 再來 朱顯內眼處即色 眼視之外色是屬於色陰 也就是說我們眼睛跟身體 我們的這六根接觸外面的物質之後 然後要知道就是說眼睛跟這個色塵 這些有形的物質 它是屬於色陣 再來就是要歸納到五音方面的色受響形式 有形的這些物質 它是屬於物質 色陣就是色界 若有絕是絕陣 絕就是受 感受的受 中阿喊它常翻譯作絕 那事實上在雜阿喊的話都翻譯作受 受 受想形式的受 如果你有那種感受的話 那麼這就是屬於那種五音裡面的受陣 如果繼續有想的話就是想陣 有形的話是形陣 有絕的話是絕陣 如是觀陣會合 所以這裡它有一個先後的次序 這個我們要弄清楚出來 嗯 對 對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要知道说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你要地、水、火、风 这些元素它经过巧妙的元起、元生之后 元聚之后 然后它要建筑在空之上跟空汇合 这样才会产生氏 才会产生有机生命体 如果只有地、水、火、风没有空的话 那么就只是一堆元素 死的元素然后存放在那里 房子没办法 一些材料堆压在那里而已 房子没办法成立 我们现在人都好好的 如果用一个很利的那种切割机 把人这样切成两半 然后再把它合起来 这里面地水活风都没有少 但是这个人还能不能活着 死的 为什么 你看我用 这只是用一个很锐利的刀这样切成两半 然后又再把它合起来 那里面的地、水、火、风 你本来是60公斤 那我切过之后 还是让地、水、火、风组合起来还是60公斤 都没有少你什么 要知道为什么它要死了 就是因为这个空改变 空改变 好 所以要知道说这个空的重要 好 让它地、水、火、风加上空 然后就会这个氏的产生 所以要知道说那个氏是怎么样产生出来 然后后面这里讲的就是说 那个六根 这是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个氏 然后这里六根一样 这是地、水、火、风 我们这个身体地、水、火、风组合而成 然后跟外面的色层接触之后 然后就会继续 前面这是生命体的产生 然后后面这是继续在运作 继续在运作 所以六根跟六层接触之后 然后它又产生种种的氏 种种分别出来 不是等于氏 是有产生氏 你刚刚说那个人刚拖开了 事实上他已经没有办法产生那个氏了 我们那个人就没有办法死掉 所以跟空没有关系 怎么说没关系 他没有办法死掉 没有办法死亡没有氏 这个生命体已经变成死了 对啊 因为它那个空元素改变 那个切开就是它的空元素改变了 沙纳间它没有空 它就改变了 老师它那个呼吸也是一种需要一个空的东西 空气吗? 对啊 对啊 这样子啊 它沙纳间那个空 只要你其他地水火风你还可以几秒不要 空气我可以一分钟不要还可以活着 我可以几小时不吸 就是说不喝水一样可以活着 我可以几天不吃东西一样可以活着 我可以几天没有晒大太阳还可以活着 但是你这个空呢只要你一秒钟没有空 你的生命就不存在 这样知道吧 这个地方比较深 这个要慢慢去 因为大家不知道说这个空的重要 都把那个 我们佛教又把那个空解释得很抽象很玄 不知道空的重要 其他那些你还可以短暂的这些 几分钟几天不要都还可以空 只要一秒钟你没有你就不存在 这样就好 不然你再这样 你要慢慢去体会 空就是我们这个空间 我们身体里面也有很多空 只要你这个因缘元素不具足的时候 就要像说逼着你没有空间的时候 你的痛苦烦恼就会产生 我们身体里面如果你真的没有空的话 你生命就不会存在 我现在先要请问 刚才刚好归一最后那个空 就是所有的空空的背后 应该还有一个实相存在 那个又怎么一个存在 怎么空的背后实相 我还不了解 应该还有一个实相或实相 应该说这个空它不是玩空 不是玩空 它本身还可以空中生妙幽 知道吗 可以空中生妙幽 所以空它是很悬 所以刚才讲说 大家先从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空间 来开始理解空 来开始体会空的重要 然后以后我们要再进入更深的这些空 这样知道吗 好 所以这里就是当你有这些 你看地水活风就是属于物质 色因 然后这个后面的五蕴里面的受想形式 就是讲的都是属于式的解析 一定是要有机生命体产生之后 才会有后面的受想形式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讲解分析 然后再讲后面的那个五蕴 好 世尊意如是说 若见缘起便见法 若见法便见缘起 这个缘起就是你要去看到 你这个有一个生命体 它就是地水火风 它因缘聚足之后产生出来这个身体 它产生的过程就是缘生缘起法 这样知道吧 我们上次也有跟大家播放 从一片空然后产生星云出来 然后慢慢地形成太阳系 再形成有太阳有地球 地球又有海洋空气这些 然后生命慢慢地产生 有没有 那个都是在告诉我们缘起 缘起甚深 也就是说你能够若见缘起 你真的能够见到缘起法 而且你知道说每一个元素 它又是不断地生命变化 我们今天幻灯片会播放这方面 每一个元素它又不断地在生命变化 你就可以见到法 见到缘起见到无常 这样知道吧 那个见法就是见到缘起又见到 见到无常又见到缘起 当你真正体正到这两个 你那个第三个那个无我 你就会很深刻的体会体生到 这样知道吧 会不会比较会不会听不懂呢 可以吸收可以接受了 有些方面因为它是需要实证方面的 我们现在先了解它的一个过程 然后以后有些方面它现在是要进入实证的 那至于地水佛风它的这些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一个 大家又可以从物理学方面来了解的一个角度 我们现在先看后边这个法医分享 我们这个身体有形的射身 是由地水佛风四种元素组合而成 但有一最重要的元素却很容易被忽略 那就是空 所以一般只谈世界分别观 因为众生看不到空感觉不到空的存在 便不知空的重要 像我们说我盖房子 然后我去运很多的材料过来 有没有像沙土、水泥、还有水、还有土地 这里有土地 我们盖这个宗顶这一栋大楼 这个要有土地 有没有地界要有 然后再来运沙土、运水泥过来 还有里面还有含有水 所以地、水这些都有 再来佛阳光因为本来就有存在了 所以你觉得不用搬阳光过来 但是风跟空气它都遍满存在的 你宗顶最初要盖这个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买那个风跟空气 都没有了 你只是买一些材料过来 但是如果这里面没有这个空 没有这个风存在的话 你里面以前有一个电视广告 它是要说明那个除湿机的厉害 它除湿 除了到最后怎么样 那房子都扭曲踏陷下来 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房子密封起来 把里面的空气都抽掉 这房子怎么样 马上踏陷下去 马上踏陷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里面 你不要以为空气不重要 不是说你设计的那个钢筋大楼 你设计的多精良 然后它力可以撑力多少 不错 这是有形的这些钢骨架构 但是我现在只要把你里面的这个风 这个空气把它抽掉 你这一栋大楼都不存在 所以那个风跟空的重要 要慢慢去体会 不要说因为看不到 然后就不知道它的重要 这个就是说 因为你进入到风界的体会的话 它已经进入 渐渐进入到无色界了 当你真正提升到空的重要的时候 你就提升到无色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样子好 那个无色界讲的就是空 三界里面的那个无色界 讲的就是空 有乳因财木因泥土因水草 复果于空变生无名 产果于空变生生名 若没有空间 一些材料只能堆在一起 不可能有房子产生 若没有空 四大不可能组合出色生 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慢慢去体会 要慢慢去体会 再来 空就是名 这里这是我后来体会之后 我发现真的很多方面 我们被文字障碍住了 后来体会到就是空就是名 有名有色才会诞生 有机的生命体 我们讲十二元起里面 以后讲十二元起里面 我们讲说 无名形式 这样继续下来 无名形式名色六路处 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 因为色元起 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我们现在把它解释 如果从一个生命的诞生 包括地球生命的这些诞生 都一样 都可以用这个无名形式方面来解释 我们现在缩小到 以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的生命来讲 一个人身体的生命 无名形式灵色 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这个灵色 因为这个比较深 以后再解析 这方面比较深 来到这里的时候 要有空跟地水火风 跟空的组合而成 它才会产生有机的生命体出来 才会有生命 那这时候生命它就像说 一个受精卵跟精子结合之后 一个卵子跟那个精子结合之后 然后它里面又要有空的存在 每一个精虫跟卵 它里面一样都有空 而且子宫也一样要有空间 这些它才能够在里面孕育 所以它要慢慢的孕育成长 六根就会渐渐地 就是说健全发育起来 那后面这些才会继续 我们现在只是先讲这一段 那前面这些还有更深的含义 以后再讲 那是植物咧 植物里的泥塞 也有啊 那它有试吗 有啊 它是生物啊 你说试的六根六层才有六层吗 嘿嘿 六根六层才有六层 这是 但是人跟植物的 植物它不一定是透过这个六根方面 对对 它一样有它的生命的成长方式 这是我们说以人的这个立场来讲 我们透过六根来跟外交接触 植物它一样有生命体 它一样有生命 你看它一样在进行光合作用 一样是在吸收养分 然后它又制造出这些果实出来 回馈给这个世间 所以植物一样它有什么 这是一个自然的运转 还是就是一种式的一个作用 自然的运转 不是一个单纯的式的作用 那你说这个石头呢 矿物呢 矿物啊 矿物这要看它是不是有具足这些 地水 火风 空这些的话 它就有可能有 但是它比例也要有 要有适当的比例 矿物它本身不一定 但是矿物里面它还有 有可能它有很细小的那种 那种细菌的还有细小的那种动物在里面 它有可能 好 我们再来看 空就是零 有零有色才会诞生有机的生命体 零色因零色圆而四生 有没有 零色加起来那才会产生四 内六根与外六层接触之后 六四就产生 外六层也是因为有空才能存在 根层能够接触起作用 也是因为有空才能成立 所以空是非常重要的 再请深入去禅师 生官四大从哪里来 外六层三合大地又是从哪里来 零色怎会聚合 这些都是蛮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说我打坐 然后我在那里参画头 然后或是参公案 在那里一直想那个画头 一直想那个公案 想到后来认为说我开悟了 如果你要参那些画头参那些公案 不如好好来去体会 去找这方面的问题 去缠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才能够真正跟你的解脱生死轮回 会有很大的遗注的 若以一句因缘所生 因为业力 因为无名可爱冲动为答案 那就容易自塞雾门 为什么会自塞雾门 以后我们逐步的深入 你就可以了解 因为今天如果要讲解这些的话 那变成又要花很多时间了 以后大家慢慢地逐步上来就可以了解 再来这几点 大地无条件地承载一切众生 无条件地让我们踩踏 流水无条件地让我们喝 滋养一切万物 阳光无条件地普照大地 供给一切能源 空气无条件地让我们呼吸 如果没有大自然的这一切 你我的生命只能存在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能不能断深层的我慢 跟这些关系非常非常大 要好好去体会 有体悟到大地流水阳光空气空间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吗 若有体悟到大自然的一切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你就会由衷地感恩 而且我事我能我慢 会随着你的体悟深度而减少 这都要慢慢去体会 我们实际的实修 实证就是要去体会 大自然的法则 法应 再体会到大自然 跟你的密切关系 这样你才会 真的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这些问题 都比你参任何公案 都更重要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 真的把这些慢慢去消化 慢慢去体会 你能够心如大地吗 心如流水吗 能否心如阳光 心如河风 心如虚空 无条件 无所求 无我 无我所的回馈这世间 我们以前没有感觉到说 大地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当你慢慢地打开智慧眼 你慢慢去看这个大地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对我们生命的默默地承担 承载 所以前面也都有提到 就是说四大都是 极大极净 极不争恶 那个含义都很深的 你要慢慢去体会到这些 你的心胸才会打开 因为你会觉得说 你那种惭愧心会产生 你会感觉说我应该也要如此 效法 大地 阳光流水 这种无条件 无所求的 默默地回馈 默默地贡献 大自然都在启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大自然都在述说 无上甚深为妙法 看到了吗 听到了吗 不要轻易丢出 我早就看到了 这哪有什么 这部无智天书 是很深 很玄 很妙的 必须静下心来 打开智慧眼 用你的心灵慢慢去阅读 四大都是极大 极净 极不争恶 这里面有很深的启示 要慢慢去体悟 而空 更是 更是玄妙 所以我们前几次有跟大家播放一些 大地风云经 无智天书 有没有 那个都是协助大家 要去看到活生生的法 你如果能够看到 这个大自然的 这种启示大自然的法的话 你会超越所有的文字 超越所有的经典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经典文字 你都可以放下的 所以禅中才讲就是说 不立文字 叫外别传 有没有 那个不立文字 就是在告诉我们 你能否超越经典 超越文字 去看到那个活生生的 大自然启示 无智天书 大地风云经 真的法 就是每分每秒都呈现在大家的眼前的 所以那个含义都很深 那像佛陀 他的最后的大测大物 他不是读阿安经才大测大物 不是说看很多经典 很多文字 他才大测大物 不是因为他看到这些都只是指乐的工具 要知道经典文字语言讲解 这些都只是指乐的工具 你要去看到那个文字与文字之间的空白 要去看到那个文字所指出的真理实相 所以大家要透过 所以我在这本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 这本是迈向究竟解脱的保障图 它只是提供一张保障图给你 不是实际的保在里面 而是它只是一张寻宝图 这样知道吧 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说见子不见月 只是看到那个手指 没有看到月亮 月亮代表是真理实相 真理实相 它都是活生生的存现在眼前 如果你能够真的从大地风云里面 去看到那个活生生的佛法的话 那你就能够真的见法 那你见法之后 不管你到哪里 你所处的世界都是一个净土 所以净土不是在他方世界 净土不是在地球外边 净土不是在美国 不是在其他国家 而在于你能不能真的去看到法 所以心净则佛土净 你真的看到法 真的去体悟道之后 那么你就远离颠倒梦想 你就不会在那里跟大日法则对抗 所以种种的苦就会消失 再来内心里面的苦没有了 再来就剩下身体还有一些苦 这个身体还有一些苦就是 有余依依涅盘知道吗 有余依涅盘 他还有这个肉身的这些苦 但是这些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也知道说这个肉身也是元起 原生 那我接受我今天珍惜他 大家有缘相聚在一起就好珍惜 所以一个真正的解脱者 他绝对不会残害他的身体 这样知道吧 他绝对不会悲观厌世 因为他了悟元起的话 而且体会到元起的那种 元生的那种圣生 元起圣生 所以他是珍惜每一个元起 珍惜每一个相聚 但是他不会去抓 元善 元净 元美 他完全地接受 所以一个解脱者 他是全然地活在每一个当下 大家知道 全然地活在每一个当下 你当下你该做什么 你觉得说这样做 对自己对众生有益住 你就去做 所以要全然活在每一个当下 所以同样的 你上班你该做什么事情 你就全然地去做你现在该做的事情 因为这都是修行 这都是要让你见法 你刚刚讲的那个空 你有比遇到那个空间的问题 那你刚刚指那个空这个 等于这个空间 那跟那个伯教讲的真空生妙 有那个真空是同样一个意思吗 对 那那个空的话一定要建立在有上面 才能呈现出他空的状态吗 不是说空建立在有 而是说我们有时候有放一些放电片 因为你上次好像有一次又没来 我们有时候有播放一个那个香蕉叶 有没有 香蕉叶 然后我后面有讲整个就是空 然后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因为空你不容易看到 不容易体会到 你要透过油 然后你才容易看到空 所以有时候我会播放一些那个 幻灯片那个风在吹动的那个 然后我会提到今天应该也有 你 你刚刚有讲到说身体上都有空吗 对 然后你怎么去看到这个空呢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类似就下一个人死啊 然后火化啊 那什么都没有了 那那个空又代表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就是说那个火化那是生住异昧 成住坏空的空 那个空跟我们要讲那个地水火风的空 那个空不一样 虽然同一个字但是含义不一样 那是生住异昧成住坏空 东西坏昧掉 我们说那个空无了 没有了 对对那个不是 那现在要提问一个空 我们现在来大家比较容易了解说 这个桌子它是一个东西的一个色的存在 那旁边这里 这里 要看到 这就是空了 因为它有空间 我手才能够在这里动 这里就是有 但是我们现在看黑板 看前面看前面的时候 我们一下都是看到 直接看到那个白板 看到文字 那你有没有去看到说 你在的位置跟这个之间 那个距离那个空间 有没有 你要去看到 所以你以后 你这方面你体会到之后 你以后看东西 看三合大地 你就会看到那个空 这样知道吧 你要把那个距离看出来 我们通常都是直接就看到那个东西 但是你要慢慢地去看到 你跟这个东西之间 这个空间你要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看到很美丽的浮草 很美丽的山 那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去看到那个色 看到色层 但是之间这个空 有没有看到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像这个中间的距离 这个有跟没有 这个不用去讨论 因为它这个已经是超越一个意念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不是说不用去讨论 而是说你要慢慢去 你不要只看到那个有形有色的色层而已 你要慢慢去看到那个空 要看到无色界 这个是色界 你要慢慢去看到那个无色界 要去看到空 这不是抽象的 无我你会变成比较抽象 那个是体正到空 体正到空 体正到无我 但现在大家对这方面 不要用太多的那种去想象说 那个哲学上那种空 现在大家要先体会到 有形有色的跟这个空间 从这里去体会那个空的重要 那因为有空我们才能够走动 已有空一故 所以我才能够存在才能够走动 慢慢去体会到那个空的重要 那以后空还要更深的含义 那以后我们再进入进一步的解析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然后下一节我们就来讲那个五蕴方面 那五蕴我们会从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那个